各位夥伴大家好 那我们下一阶段的议程准备要开始了 今天我们邀请到我们的游腾林 来担任我们的讲者 那他会跟我们分享 开源套件的经营指南 以Facebook Core为例 我们的腾林他是来自国泰式法的资料科学家 那他一直致力于在使用Python或R 做资料分析 那他也很乐于分享 所以今天他就会来 以他他所制作的Facebook Core的套件 这个套件已经有两万多的下载次了 是非常成功的一个套件 那我们希望在这一次的议题当中 可以跟各位分享一下 如何经营一个开源套件 那我们如何获得更多正面的回馈 那还有我们腾林的经验分享 我们现在请各位鼓掌 欢迎腾林 哈喽大家好 那就是先调查一下 就是在座有人是开源专案的开发者吗 还是还是你们就是还是有人是想要参与这个开源专案的贡献 哦有一个那那剩下的人为什么会想要来听 有人愿意分享 哦 OK OK好 那那没关系 反正我们就就听一下 这样有趣一下 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在做这个Facebook Cloud的 的专案的时候 然后有一些想法跟 就是心得 那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Facebook Cloud 它其实是一个Python的开源套件 那它可以帮 哦 我没有点到 对 它可以帮分析师就是 可以快速的去收集Facebook上面的Facebook上面 不管是公开粉丝页或者是社团的贴文 那那网路上其实也有一些 就是有人分享一些其他的替代方案 但其实其他替代方案其实 毕竟还是有一些 就是使用上面没这么简单或者是效率不好 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问题这样子 就是其他的状况 所以我就做这个专案 那从去年6月的时候 第一次发布到现在 其实2万次的分享 那如果大家就是 有时间刚好顺路看到这个专案的话 可以也欢迎大家帮我点个赞这样子 好 那 那我们来看一下说 刚刚说它有三个特色嘛 一个是简单 那简单是为什么呢 就是我们平常在浏览Facebook的 粉丝页或者社团的时候 它其实逻辑是像这样 就是 就是逐步的往下滚动 然后滚动它就会去加载更多的 要更多的资料 那 所以说其他的爬虫专案在开发的时候 它其实就顺着这个逻辑 就是说 那你 你要爬 粉丝专案 那你要爬几次往下滚动几次 那每次假设四篇贴文 然后光 然后往下滚十次的话就是 就会拿到四十篇贴文 那 这样子做其实是 不是说他们有问题 可是 实际上在用的时候 比方说你是分析师 我们比较常遇到的情境 就是说 我要从2021年开始的所有资料 那 那将今天就问题来 就是说 不同粉丝业它更新的频率不太一样 所以我要怎么知道说 第一个粉丝专业我要滚动几次 第二个 第一个粉丝专业需要滚动十次 第二个粉丝专业需要滚动50次这样 因为 每个粉丝专业它的发文的频率不一样 所以说 所以说 你用指定次数的时候 去很容易会去抓太少或抓太多 那抓太少 你就要全部重新抓 那抓太多你就要浪费时间去等待 因为 你如果中途把程式把它stop掉的话 你的资料就没有拿到 那不管是抓不到还是抓太多 其实都会浪费你的时间 所以我在做这个Facebook Caller的时候 其实 我有去加一个日期的判断式 就是说 我们可以直接去设定说 我要抓到哪一天 那如果时间还没 就是我抓到的贴文 还没到这个日期的话 就会继续抓这样 那如果达到的时候才跳脱回圈 所以说在使用上面 其实是会比较简单的 那 再来是 第二个是 我觉得满大的特色是 是高效率 那 我们可以看一下说 其实我们在 在跟Facebook伺服器 请求资料的时候 我们通常在开发爬桶 只是我们会去 开打开这个 在浏览器点右键 然后检视开发者工具 我们会去看说 它背后在 对我们的浏览器跟伺服器 在互动的时候 背后送了哪些查询参数 那其他朋友专家会看到 就是你如果打开的话 你会看到说 哇 这个参数非常的复杂 那 就是上面可以看到 左边这个图已经有十几二十个 那这还只是 它查询参数的其中一部分而已 那 所以说 其他朋友专家在看到 这么复杂的参数 它们的使用 它们会比较倾向说 那我是不是直接开个浏览器 比方说 然后去 去 在上面去 比较像是 按键精灵的方式 就是说 我先打开 进入浓览网页 然后点什么按钮 然后 然后设定往下滚动 这样子 那 就是其他方 其他的爬通专案 是用这种方式来去 开浏览器 来跟 Facebook的伺服器请求资料 那我在这边的时候 其实我有去研究 这些 这些查询参数 所以说 实际上这个 专案 这个套件 它是直接用Facebook的 的 GraphQL的API 直接跟 Facebook request资料 那 我们来看一下说 大家说 我实际上在用 我开一个浏览器 好像不是一个问题 因为反正 作为一个资料分析师 我只要拿到资料就好 但其实这是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们可以想象说 比方说 像是比较 有些粉专业 可能更新的比较勤劳 那它可能一天 可能 一个小时就po了试骗贴文 那我从2021年开始 我们可以算一下 比方说 比方说 比方说到2020开始 假设有总共1万篇贴文的话 我们用浏览器一直往下滚动 2500次 那你浏览器可能就爆炸 不管是你的电脑 还是Facebook伺服器 它都直接给你 没有回应 所以说 你在用 开一个浏览器 然后想要去抓 加载这些资料的话 其实是不太可行的 然后不管是你的电脑 还是对方的Facebook伺服器 都会直接给你说无回应 然后叫你重新开掉 你要再重新爬 所以说 用 用GraphQL的API 就是你直接request 资料其实是 比较理想的请求资料的方式 那第三个特色是 有一些爬虫套件 他就是Facebook的爬虫套件 他会说 不然我们就登录 然后登录来去请求资料 就是特别是 你实际开一个浏览器的时候 他会一直叫你登录 你不登录 他会一直叫 他一直Facebook一直弹窗 叫你说 要不要赶快登录 这样子 因为他要冲高他的注册率 会员率 那就是说 是说你如果一直点不要注册 其实会让你的那个 Selene的 的那个 流派 就是变成爬虫之后 会非常的辛苦 所以说 我在这边的时候 我在开发的时候 是直接 因为我们是直接request资料 那所以说也就 不会遇到这一个 就是叫你弹窗 然后叫你注册的 这个流程 那 但其实最近 我在最近有一些 用户 就是使用者 他就 他就反馈 他就说 就是 有一些 有一些社团 就是不公开的 所以说 他还是会需要 就是 如果我们用 走无痕的方式的话 永远没办法拿到这些资料 所以说 最近我在想说 那要不要去多开发一个 登录的模组 然后让 就是 有有这 有这类需求的人 就可以去登录 然后去 哎 登录自己的账号 去抓他需要的资料 那这是我最近在 评估的事情 好 那 那讲这么多 其实 Facebook Crawler 他的使用方式 其实我觉得 是非常简单啊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 其实就 这四行 就是直接去 你安装之后 就直接从这个 这个 套件 去 import 这个 function 然后你就直接去 输入说 对 你直接在这边去 输入说 哎 我的网址是什么 然后以及 然后再放到 我们这 方选里面 去指定说 哎 我要查询 哪一个粉丝专业 或者是哪一个 社团的资料 然后说 我要去 到哪一个日期之后 就跳脱回去 那 透过这样子的设置 其实我们就可以把 就可以 城市就开始 自己跑 然后把我们需要的 资料抓下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说 那他抓下来 资料长什么样子 那看起来 因为字有点小 不过 不过就是 我们可以看到说 是哪一个粉丝专业 的名称 然后他 什么时间点 然后去发什么样的 的内容 然后以及 他有 Table ID 然后这个粉丝专业的ID 以及这个贴文上 这个贴文 他有多少个留言 然后还有 他留言有两种 一种是 单纯的留言 一种是留言加回复 那总之就是有两种留言 然后有多少个赞 多少个like 等等的资讯 以及分享数 那有这些资料 其实就可以做一些 结构化跟非结构化的 资料的分析 那也确实有一些 比方说有一些人的 就是最近开始有一些 人就反馈说 论文就用这个资料 有顺利毕业 或者是 或者是有基金会 甚至 甚至中研院 又来问说 这个套件要怎么使用 这样子 那其实 也会累积一些 你的成就感 好 那以上讲这些 其实是 0.028版的功能 那29版其实 还有新的功能 其实已经开发差不多 那 也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 那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刚刚我们看那四行的程式 他其实是 他的流程是 我去指定一个粉丝专业的网址 然后根据 在这个粉丝专业开始抓资料 那 但是问题来 就是说 如果我们今天是 想要去发展一个 比较有规模 一定规模的 爬通资料库的话 那这个粉丝业的清单哪里来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说 我当然知道说 说我可以爬一个粉丝专业 可是 万一我有 我想要 比方说我要抓 1万个粉丝专业的网址清单 那到底怎么来呢 其实 那时候就在想这个问题 那 有没有机会可以 就是我在想说 有没有机会可以 让他 可以去设定 就是指定的 种子的粉丝专业 就像现在在画面上面看到的 比方说 我有特定的一些人 我就去抓他 抓他的资料 然后 根据这种子清单 自动去 去扩展 就像滚雪球的方式 自动去收集更多的粉丝专业的名称 那 那时候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 就开始去翻 粉丝专业的 就是粉丝专业的网页 那我就找到说 其实 粉丝专业他下面 他就是我们 比方说开这网页 他下面都会有一个 相关的粉丝专业 或者是粉丝专业 这个粉丝专业 也有点什么粉丝专业的赞 这样子 所以说 有了这个功能的话 其实就让这个滚雪球 自动收集越来越多的 的粉丝专业清单变得可行 就是说 只要到 连到这个网站 他会推荐我三个 那我下一次 就 就去针对这三个 再去请求资料 然后这三个 每个又会再去推荐 这三个或者是 更多的资料 好 那 那 我们的概念是这样子 那我实际上也把这个 这个方圈写出来了 可是 目前还在测试中 可是目前的 测试效果 我觉得是还不错 就是我们可以看说 我在这边去指定 比方说我的PageURLS 或者是我去设定 30个宗志的粉专业清单 然后去让他滚 滚10次 就是滚 滚雪球的方式滚10次 那我们可以看到 每一轮 第一轮有30个 然后就拿到30个 60个 207个 这样 那越滚越多 那最终经过10轮的扩展 然后我就 拿到13万个 推荐的结果 就是说 Costcap推荐这一个 那这个又推荐谁 这样子 那总共有13万笔资料 那 效率的话 这边 看到说 应该 应该一天的时间吧 当然你如果觉得这 还要更快的话 你可以再去把它写 把这个爬虫程式再做一些修改 比方说 看是怎样去把它加速 或者是开不同的 电脑来去 把它做代理伺服器设定一下 让它去分散式的爬虫 这样子 那这些是可以再优化 可是 哪怕是最简单的方式 其实都可以去 经过很多轮的扩展 拿到 这好 就是让它自动收集越来越多的粉丝专业 那 那 我们也解决 我们前面一开始是 爬单一粉丝专业 然后也 处理了 怎么样自动 越收集 越收集越多的粉丝专业清单 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 目前看到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 那 我今天有13万个 个粉丝专业清单的话 我要怎么样去过滤掉杂讯 就是有些粉丝专业 假设我今天想要分 分析财经领域的资料 那 可能我会想 希望去筛选说 金融业相关的粉丝专业 那 那上面其实会有很多 我们会推荐到很多 比方说登山的社群 或者是 露营的社群 等等的粉丝专业 就是不是我们关心的粉丝专业的领域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会需要说 说 诶 那是不是可以去把粉丝专业的基本资讯也抓下来 像是这个粉丝专业有多少个人在 那 有多少个 就是它的粉丝专业的类型 那它的创立时间等等的资讯 那我们可以透过 这些资料来去筛选掉 品质比较差的粉丝专业的 的 的 清单这样子 那实际上我就 也写出这个程式 那就是把刚刚的13万个推荐结果 那总共 把它去除重复的话是有6万多个 粉丝专业的清单 那我们就可以去把我们要的粉丝专业名称 然后它的天文ID 然后它的多少个人按赞 什么时候建立的 以及它的这个类别 我觉得是 蛮重要的资讯 那我们就可以用这些资料来去 筛选出我们需要关注的粉丝专业的 的清单 然后再去爬我们需要的资料 好 那 那那这些是 二九版的 二九版就是在接下来会释出的版本 那大家可以就是可以期待一下 然后如果 对如果按赞的话我很感谢 这样子 那那也跟大家在 现在跟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我是滕琳 然后在国泰四华的数据部工作 那大家如果要联系我的话 可以透过 透过这边的mail或者是facebook 或者github都可以联系到我这样子 那今天的简报 我也有放在这speaker deck上面 大家如果想要回去再看一下的话 可以在上面去找找资料 你就搜寻speaker deck 然后空格TYU0-419就可以找到我了 好 那我们就回到今天的正题 就是说 那为什么需要分享这个开源套件的 经营方式 那开开源套件不就是 把程式码push上去 然后想要用的人来用一下不就好了吗 为什么要分享 这一个题目呢 其实 这是蛮有趣的 就是 在今年一月份的时候 有一个NPM 有一个作者叫 Muroc 然后 他就是 就是这个套件 我们大家 这个很热门的套件 分别有 应该是 两百万次下载的套件 然后很多个专家都有FORP去使用 那 那大家就今年一月发现说 哎 这个套件怎么突然坏掉 在执行的时候 就是 执行这个套件 或者是执行 跟他有关的套件 都发现 哎 怎么程式码一直噴乱嘛 然后都没办法执行 那大家就想说 哎 会不会是 被骇客攻击了 然后 然后 所以就导致说 就是骇客去把这个程式码做 做 改他程式码 让他坏掉 那 结果 可是大家去 实际上去追查的时候发现说 其实这凶手是 作者自己砍掉的 那这个就 就很有趣啊 为什么 作者要做这件事情呢 好 那 那 对 然后 那 那 更 更惨的是就是说 大家 我们在 安装套件啊 那 比如说安装这个版本 然后 然后发现他错误 我们通常用的方式是什么 是降版嘛 我说29版不行 我就用28版那样子 可是大家要做这件事情 说发现 哎 怎么旧版也不能安装了 那 全 作者把那个全部都移除掉了 那 这就是 大家可以想一下说 为什么作者要做 做这件事情 好 好 那 那我们 我有在 那个 Muroc上面 就是他的部落格上面 找了一些线索 他有发一篇文章 他就是 发一篇文章 那 简单栽要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 他 他 他有发了一个 就是Faker这个套件 然后 他为了想要做变现 他 所以说他也把这个Faker 做一个云端的版本 大家可以再注册会员 那或者是在上面去 去 付费 然后去用他的功能 这样子 但 但他发现说 哎 有另外一间公司 就是 Retwork 就是 因为是开源的套件 说公司其实就可以合法的去Folk 去使用他的功能 然后 而且 而且 Muroc他有发现说 哎 就是 Retwork他把这个产品作为 就是他的这个Faker 当作他们公司的主要产品去 卖给ABC公司 那 那卖就算了 那Muroc还发现说 哎 就是 他们拿到的资料啊 就是 就是 实际上Muroc他去注册他们的 的 会员 然后去使用功能 还发现说 哎 哎 怎么 他卖的东西里面还有这个 就是Faker Cloud的 的 类似浮水印的那种 ROG的资料 那就很明显就是 哎 直接拿人家用 还没有做干净 这样子 那Muroc他就很生气 也就是说 他觉得说 哎 他花很多时间 就十几年的时间 在做这个 是 好像就被人家合法拿去使用 那他原本是想要自己拿去变现 可是 可是 另外一间公司拿去用之后 卖给其他公司 可是他自己没有拿到钱 那他就会 他就有一些 心情上面比较 就不是那么舒服 所以说他就 所以说他就 后来就是把这个 状案去 发生刚刚那些事件 去把它移除掉 或者是把它弄坏 然后他就 他就希望这些公司 就是他说 他知道说 比方很多财富五百大的公司 都有用这个 这个套件嘛 他就是希望说 这些公司能够 去赞助他 帮助他 帮助他维护这个专案 那他 开出的 哎 他开出的金额 是希望说 这些公司可以 赞助他至少六位数 就是美元的金额 这样子 要不然就自己 自己focus出去维护 这样子 好 这是他的故事 可是这边还是要强调一下 这是Murock自己的视角 就是 我没有收集到这间公司 他是怎么看这件事情 那 总之从Murock他的观点 是这个样子 好 那 那大家在 大家在看这个时候 可能会觉得是很过分啊 就是说 哎 你就开源了 那想要给大家使用 可是你后来又自己把它弄坏 甚至把旧版的移除掉 好像很过分 很很恶意 不应该这样做 可是其实这是一个蛮值得思考的议题 就是说 说哎 那 开源专案 就是 这些开发者 到底能不能够从 这些专案中获得报酬 那因为 如果 连开发者自己都吃不饱的话 其实我们很难去 要求说 他对社群有持续的投入跟贡献 那 所以说 我们就往下 按照这个逻辑往下想 就是说 哎 那Murock会不会是一个个案 就是说 就是说哎 会不会是只有他这样子 可是其实 根据调查 有人去调查说 哎 其实 46%的开发者 其实是没有报酬的 然后甚至 59% 他曾经 或者是 正在考虑放弃一个 维护的专案 那 那其实这就是一个 很现实的问题 就是说 虽然谈那个 谈钱很庸俗 可是 其实他非常的实际 因为 这会直接关联到说 一个开发者能不能够 长期持续的去投入 投入经营这个 这个 套件或者是专案 好 那 接着往下讲 就是说 那所以说 专案到底 应该要开源吗 其实 网络上也引起了 蛮多的讨论 那有正方的观点 跟反方的观点 正方的观点 然后主要是觉得说 哎 你 开源其实就是 就是你身为一个 技术人自己的一个 自媒体嘛 就是说 你可以在 专案中展现自己的 技术很厉害 然后你也可以在这个 领域中 分享去累积你的神王 而且这个神王 可以去帮助你 找到更好的工作 就是说 它是一个 哎 比较无形 就是没有这么现实的东西 可是它确实会 可以帮助你的 在未来的质押 那这是正方的观点 但是反方的观点 它是 比较不一样 它就是说 其实开源是在 自觉坟墓 那它的观点主要是在 是怎么看这件事 开源这件事情呢 它的观点其实就是说 开源其实帮这个产业 去 创造了更大的蛋糕 那可是 开源者其实并没有办法 直接分享到这个 拿到更多的蛋糕 而且 而且现在开源专很多 那就是说 已经可以 很快速的去 去载入这些开源套件 去实现很多 以前很复杂 或者是需要时间 投入开发的功能 但是 这件事情会 就是降低了开发 对 比方说工程师的 这个入门的门槛 就是说 会吸引到更多的人来分你的 这块蛋糕 这样子 那最后就是因为 人变多了 那你反而会让自己的 就是这个 产业变更竞争 然后最后导致自己 被竞争下去 那就是 正方的观点 跟反方的观点 好 那 那不管你们是 正方的还是反方的 其实 我们从这 这MAROCK他的 他的案例 其实我们可以知道 一件事情 就是说 其实 在商业的这个世界里面 就是 你有技术 跟你能不能赚钱 是两件事情 那你如果是想要 只用单纯的用热情 就是 哦对 我很爱社群 然后来去 经营开源套件 然后而且要长期 其实 我是觉得有点不实际 也没办法长远 好 那 那所以说 到底应该怎么 要经营这些开源套件 其实 其实 我一开始在做这个的时候啊 那我一开始 其实只是想要 单纯的学Python 因为 那时候就是 在早 在几年之前 R跟Python 还在 还在 一较高下嘛 那那时候是 学完R 想说 哎来 挑个题目 来做一下 练一下Python 所以说 那时候是想说 来 来练习一下Python 所以说 我就是 主要是想要去 提升自己 城市开发的能力 那以前 以前 写城市也确实很笨 就是 就是 一个防雪里面 塞200行的城市嘛 那现在已经 那现在已经会 把它拆成不同的模组 然后去让我们在开发 跟维运一个 变得比较容易一些 然后你也会去培养一些 问题拆解的能力 大家如果有写过 爬虫城市的话 其实 会知道说 在爬虫会很容易遇到很多 反爬虫机制 包括 比方说 被锁IP啊 或者是 明明同样的资料你 可能会根据你 不同的headers 或者是地区 或者是IP的位置 然后去拿到不同的资料 或者是你的行动装置等等 很多各式各样 杂七杂八的问题 所以说 你就可以从中去培养说 所以你 怎么样去 把 今天没办法成功 请求到资料 那 问题是出在哪里阶段 你可以去做很多的 猜测跟假设 然后去主意的排除 最后把问题解决 那 那像刚刚讲的就是 最近有一些学生 或者是一些 基金会 甚至是联中研院 中研院也有来问说 哎这个 盘同套件想要他们想要用 怎么用呢 因为我未来也有想要去把这个 专案去投稿到 正式的学术期刊里面 然后去去帮助更多人解决问题 或者是你也可以 经营一个开源套件去帮 实际帮一些社会的工艺组织去解决问题 像Data for Social Good 我觉得也是不错的 的一个组织 好 那 如果你是想要把他做商业化 就像Murac 他遇到的问题 那 想要把这个 专案的价值变现的话呢 其实我觉得 应该要做的事情 是要培养一些商业的思维 那 就是说 你要去 就是我们技术人很多时候会 知道说 哎我会很多技术 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可是 就是我不会跟市场去论述我的 我的价值 因为 因为市场价值跟你专案价值本身就是两件事情 所以说 如果你是想要做商业化的话 其实 我觉得是需要培养一些商业思维 那你要去想一下说 我到底要怎么样去把这个专案去把它变现 那 更 更拆开来 更具体一点讲 有 目前就是 我有看到一些 比较典型的商业化的方式 那比方说 你可以去透过 提供服务 或者是 你可以去绑客户开发程式 或者你可以开课程 或者是 担任 就是人家来咨询你问题的顾问 其实这些都是 蛮典型的 开发的 就是商业化的方式 那有些人就问说 诶 专案不是本身可以开放斗内吗 那 根据这边经 经验的分享就是 就是斗内的贡献 其实小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那我们就是 就先忽略这一个 好 那 提供服务的话 其实 在我心目中有比较典型的 比较成功的案例 就是这个 大树软体 那他 他又开放那个 YouTube的频道 大家可以 如果 想要学 学爬虫的话 其实我蛮推荐这个频道的 那总之他就是 开发那个 爬虫程式 去帮企业去 去收集他们要 不管是新闻 或者是社群的资料 那 为什么这是一个商机 就是因为 但是 为什么这是一个商机 其实 其实在 维护 爬虫程式 是一个非常 辛苦 然后要花很多 心力经营的工作 那 那就是企业 其实通常不太 愿意投仁去 去 去做这件事情 所以说就是 大树软体 他就看到这个 立即 然后他就可以去做这个 那 那 获利方式就是说 哎 我透过一次 新闻这长期 订阅的方式 去 去帮企业解决问题 然后去收取费用 那 这是大树 是我觉得 一个比较典型成功的案例 那如果是 城市开发呢 其实 城市开发 像这个 Anki就是 大家在记忆东西 背单子 或者是 在 准备学校考试的时候 其实蛮常用这个软体的 那 其实他就是 你可以去帮忙 公司 去开发 特定的程式 让客户使用 那他的 获利的方式就是 就包括像是 下载就可以去收费 像这个 他就在 这个 Apple的Store里面去 去贩售这个软体 那或者是在升级的时候 也可以收费 或者是在 软体里面放广告 那这些是 这个程式的 获利方式 那或者是 或者是 你可以去打造你的生态圈 因为你开发一个很厉害的 的模组的功能嘛 那你也可以去开课程 教人家怎么使用 那你可以把这个 专业领域的指示把它转成课程 那 我有在 我有去 好号上面去找到他们的这个 老师的 老师跟平台的分论机制 对啊 那就是 如果是 老师 自己的连结去卖的话 其实可以拿到90%的 课程的收 的 金额的获利 那如果是 好号上面自己去搜寻的话 那其实 就是老师可以拿到50% 所以说 不管是多少钱啊 不管是好号还是Udemy 其实都是这样子 反正就是 讲是可以自己去 在线上或线下的方式 或者是到企业里面去卖课程 教人家怎么使用 那这也是一个 很不错 可以考虑 考虑的 的获利方式 那 后面就是 担任顾问 那 就是 我们很多时候 会在 蜘蛛上面去 知乎 或者是 stackoverflow上面去查资料 那 像 蜘蛛上面就有这个功能 就是说 就是说 诶 你开一个部落格 大家可以在上面 问你问题 那你可以选择说 像 像这个人 他就是 就是说 诶 这边有一个 什么 付费咨询 那你就可以在上面 就像说 你把你的问题截图 然后问他 他回答你 然后 那你可以去设定说 每次咨询的售价是多少 你可以去 根据提供你的 专业知识 跟今天帮客户节省时间 那就可以依照 实数 或者是 案件 跟客户收费 这样子 好 那 最后的总结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是想要 投入这个开源专案 的人的话呢 其实 跟大家分享 需要注意的事情 就是说 诶 经营开源专案 其实并不是一次性的 投 提交程式就好 他会需要 长期的去 去投入时间跟心力 那如果 如果你想要像 Mirac这样子变现的话 其实 就是能够带来一些获利 我觉得 可以想一下说 诶 其实 诶 我们通常 平常会听到商业化 好像不是这么正面 可是其实 仔细想 其实 其实 商业化 其实是帮助开发者 去 长期去投入 跟进行这桃件的一个 满实际的回馈 那就是不用这么排斥他 那你如果要这样做的话 就是 你可以去想一下说 你的专案到底是帮谁 解决了什么样的问题 那 那 最后就是 就是我是 我自己是觉得说 诶 我们在做这些 那 那 没有 没有不能商业化 可是 可是 不要以上业化为最终的目的 这样子 那 最后 既然就是 都要做开源专案的话 就是 大家可以挑一个 诶 自己热爱 自己喜欢的专案来做 这样子 好 那 人才招募就是 就是我们公司有持续在招募 只要科学家跟商业分析师 那 如果大家有兴趣 就不管是对专案想要 贡献专案 或者是想要加入我们公司 其实都可以跟我们联系 这样子 那 好 那给大家问问题 呃 我们现在开放 QA 呃 请问有没有人想问问题 好 问一下 藤尼 那个 像他GrabQ的那个Response里面 经常就是会有一些 蛮复杂路径的那个Jason的那种路径 你 你觉得说这个 如果在Facebook他改制要回应格式的话 这个 你可能会 会怎么样解决 改制要格式是什么 诶 我那时候在开发的时候 其实我确实有看到他 有很复杂的参数 那其实 在开发其实就是 需要去 逐一的去测试说 哪些参数移除掉 一样可以成功请求到资料 那就把它移除掉 一个一个去把它移除掉 这样子 不是啊 我是说像 比如说他那个Jason Pass很复杂嘛 那比如说可能 今天你要的资料在某一个那个Key底下 那这个Key哪天换位置了 OK 那这个你可能要怎么解决 OK 实际上他 看起来有在换位置 但他其实没有换位置 他只是藏在不同的阶层 就是你可以去翻一下那个程式嘛 那总之就是要去把他的一个 放那个贴文的那个Jason 找出来之后 他下面的阶层全部都一样 就是先 先想办法找出他放贴文的是哪个Jason 那找到之后 他 他在放贴文的Jason 有时候在前面有时候在后面 这应该是你遇到的问题 可是你就先 多做一个步骤 找出他在哪个阶层 那找到这个阶层之后 就 放到你的方形里面 自动去剖析就可以了